6点44分各位观众刚刚外场传来最新的消息 在台大医院呢目前有民众想要送家人到这个急诊区治疗 但是有民众向他嗆响现场的气氛一度骚动 我们联系记者邱盛文的报道 好 主播界持续待您守候在台大医院的正门口 特朴近楼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已经入夜的 很多民众还是持续的坐在中山南路 这些的黑山军依旧是没有散去 不过呢这也代表台大医院这周边的交通已经呢 阻塞了一整天 就在刚刚稍早呢有一个太太相当的紧急 因为呢这个家人要送到台大医院急诊 但是却不得骑门而入 带你看一下稍早状况 刚刚有人骂我说为什么摩托车要骑到里面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啊 因为那边没有我以为可以过来啊 青澳东路这样子本来是五分钟我骑摩托车可以到 居然要到半个多钟头一个钟头 我的青澳现在在集团室里面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是你们已经以同理心好吗 没有错议题很重要 我不是摆对任何东西我没有任何立场 可是请为生病的人想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个太太呢相当的焦急 甚至一度还急哭了 她说平常这个就医的路只要走五分钟 但是因为呢今天这个民众实在太踊跃了整个呢 没有办法接近到台大医院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今天这个下午很多民众都是从这个台大捷运站 这个出发的 于是呢 那么目前在这个中山南路的部分呢 还是陆陆续续的涌进民众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散去 这是来自现场的最新状况 先进头再来碰你出发